椎跟鳥的區域 這個我過去有講過 一直有印象嗎? 椎跟鳥 椎是東尾鳥 東尾鳥 鳥那是腸尾鳥 有 有吧 我在大安的時候應該有印象 我說椎就是東尾鳥 可是你看它有些甲骨的造型 它根本是腸尾的 所以應該說椎跟鳥 在古代幾乎混用 無別 那目的只是要告訴我們 是一種鳥 它在鳴叫 然後椎物裡面也曾經 用椎來代表誰 就是一個字 椎沒有鹽布 而代表水 還有我們發音現在有兩個發碼 真正的發碼 應該是水 我查了一下 那百度的解釋是說 原音是獨作水 他查了康熙字典 查了更早的這個 唐代以後的字典 都是注水 但是因為他的音很難發 對於民國以後要推廣 這個讓老百姓更多能夠閱讀 有困難 所以就因變為誰 比較容易讀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本音是讀水 如果你要記得北京人 或者是 就是我說的大陸的北京那一代 他們唸水都不唸水 都唸水 所以它是他的本音 這兩種意思 就是說 百度的解釋說 這個水 是以前的音 這兩種意思 就是 百度的解釋說 以前的音 這個呢是為了推廣以後 去音變的音 比較簡易一點 這樣你要記得這樣 然後追本來是短尾巴鳥 所以應該以短尾巴鳥為主 像這個中相王這個就很標準的橫向 尾巴很短 那個毛很短 不是像這種甲骨還有垂下來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是為了它的造型 有一些是可以垂下來 有些是可以斜向 有些是可以橫向 所以垂直 斜向 橫向 都有 哇我實在是讚嘆萬分 這種造型對我刺激得特別大 我都好喜歡 它都強調鳥 腹部 還有短尾 還有它的腳 腳有兩根的 有三根的 這兩根嘛 這兩根 兩根有包回來 不包回來的 有三根的 都代表腳跟鳥 鳥的腳 對不對 然後這些鹽布都是我家的 我去查了各式各樣的鹽布 來告訴各位 那鹽也是我想推薦的 根據我自己以前翻查的 就是鹽呢 就是說 是以這個蛇的這個舌頭 Snake 蛇 它是分岔的 對不對 那因為分岔的 所以呢 吐蛇性的特別快 所以蛇要攻擊人 是很恐怖的 然後它蛇下會有這個毒液 分泌之後吐 然後你就被攻擊的時候 你就會中毒 對不對 就會牙齒咬住你 那個毒液就分泌出來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古代所認知的 蛇的一種厲害 那這裡面提的是說 以蛇的這個 以前的版本 以蛇的這個土蛇性非常的快 來代表一個人說話 口才非常好 口才伶俐 對不對 所以鹽代表說話的口蛇 人家不是有說 呈口蛇之力嗎 口蛇之力嗎 所以那個蛇代表愛說話 我們不是也經常說這個人長蛇嗎 這是愛說話嗎 所以我覺得蛇 以前是有黏結到蛇的舌頭 這是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 是我最近跟著這個甲骨文的老師 許進雄 他說 不是這樣子的 他認為不是 一種是蛇 吐蛇性 快 這樣 來代表我們人說話很密集 第二種說不是 許進雄說不是 他認為是一個人 嘴巴在吹一種管狀的樂器 比方說像這個鼓吹 我們這個南方的樂 南管裡面的鼓吹 大喇叭 有沒有 就是這樣啊 嘴巴吹成 然後底下是這樣的 有看過吧 他吹是從這裡吹 我爸爸以前不會 他以前就參加我們那個地方 沙啊 洗啊 各種各樣的 這個算是 一些慶念 他都要吹奏 一些樂器 然後他負責是吹這個 他有叫我吹 他要用嘴巴 吸住一個片 逼那個聲音進去 然後使這個管狀的響 我試著這樣 面紅耳刺 我都不想 然後他對我很失望 他說我一下就 會你怎麼這麼笨 所以我當初就被他認定 不是跟他一樣 那麼天才的 這樣子 這個樂器 這就是這個 我印象中很深刻 所以 徐老師說 在古代 這一類的樂器很多 人家商朝的時候 早就有 他認為一次 我們人啊 正在 吹奏這個管狀樂器 這樣 他認為是這樣的狀態 吹奏管狀樂器 使他想 那就慢慢 就 再借代為說話 這樣 我們再寫在旁邊 就是 類似於第二種 是徐晉雄王室的說法 是 吹管狀樂器 吹管樂 這樣 吹奏管樂 這樣 吹奏管樂 這個是 我覺得也挺合理的 所以我們先把言搞清楚 那現在的追 我們上面分析說 從言從追 追呢 尖生是指開口 問候陌生人 我們經常會開口 跟別人打招呼 鄰居的 你到一個陌生人環境 你會問別人 入境隨俗嘛 否則你會被人家排斥 對不對 無論到哪裡去 我們都要先問候一些陌生人 我記得很多次 發生的都是最新 最那個的環境 就是陌生人 那你 你這要融入當 算是當場 所以只好跟別人講話 聊聊天也可以 那個就是問候 所以這個 誰啊 是問方陌生人的意思 我覺得挺好的 意思不錯 第二個是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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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